大家都在讲说 就是没有可能啊 李文中因为是柯文哲的 50年的老同学啦 过去柯文哲给他当顾问 给他当北决的董事长 他现在有没有可能 变成是柯文哲的余文 我来说不可能 第一个他扛不扛都起来 检察官不会认啦 因为你又不是直接的主管 你怎么可以 要求独发局给这件事情 第二个是说 你要扛起来 你要做多久 你知道吗 他跟柯文哲是同学 所以他们今年都是65岁 我有违背职务收费 然后是徒利 最高是五期徒刑 判下来之后 你有可能就真的没法导出来 他是拿生命在跟 在陪他的50年同学吗 我是不这么认为 应小微的助理吴顺敏 他是第一次被 第一次被提讯 我都没有被叫出去 我一个月都没有人叫我 那他们到底是不是咬了我 他应该会刺死啦 是不是大家都出去 只说吓我 不是吓他了 不是吓他了 选择要抓那个会选案的时候 就是游览车带出去玩嘛 叫一桌你乎你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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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就是刚刚讲说那个很久没被问的人 不是不是 他也会紧张要去玩 你要吓死他了你 然后刚刚讲到说政治现金进了党 结果后来发现 哇 政党政治团体 小库 哇 怎么办 七千多万不是小数目哦 打击很大 那民众还活得下去吗 不要忘了他们还有那个选举补助款 所以他应该还可以 还有一亿多一年 对 如果没有这个选举补助款的话 他可能就撑不下去 但是因为现在还有这一笔 还可以撑个几年 所以你会看到民众党内的这些什么 减薪减一半 不会啦 成自然变十万 十万 不可能 所以你会看到黄山三啊 学府变六万 黄国昌 蔡比武 这些人最近不是都是那个生意很多吗 对 对啊 所以他们其实都在抢一些主导的地位 对 但我想要这样说 都没钱了 还抢主导地位 没关系 因为阿伯还在里面啊 阿伯只要在里面 外面的人就可以自由发挥 对不对 但是我想要讲一下那个刚刚小平哥讲 因为刚刚小平哥好像讲说 金华城这个案子好像就是分阶段 就他的土力案好像是分阶段的 但我觉得现在检调下办的案子 包括说从560到840 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巩固了 对 因为照之前的新闻稿 就写得很清楚嘛 560到840的 20%的那个荣奖是违法的 是不法的获利 那现在就是可能就是查说 那从392到560这个部分 到底是不是有问题 对 因为你看检调 最近约了非常多的人 包括说好 之前 听说朱雅虎被约的时候 好像什么都糟了 那他讲了什么事情呢 是不是值得大家去深救 然后再来是说 昨天提讯的时候 包括说那个 应小微的助理吴顺民 对 他是第一次被 被那个叫出去 对 之前很多人 包括彭正生啊 包括朱雅虎啊 包括柯文哲 他们都被约出去 被叫去好多次问话了嘛 可是你吴顺民在里面一个月 都没有被约出去耶 蛮无聊的 不是 他不是无聊 他就会怕嘛 他说他们都被叫出去了 那都没有知道我 他会知道其他人出去吗 应该也不会知道 对不对 听说啦 之前有说里面 可以看到一些讯息嘛 知道知道 律师也会跟他讲啊 律师也会跟他讲啊 所以他会害怕 他说那这些人 有没有咬我什么 对不对 我都没有被叫出去 我一个月都没有人叫我 那他们到底是咬了我手 他应该会吵死啦 是不是大家都出去 只说吓我 会不会 你不是吓他了 会不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步步惊心 这个以前有这种调查局 找人去以前 要抓那个会选案的时候 就是游览车带出去玩嘛 叫一楼子 你上海外面上来 然后就大家都在一个房间 然后就吃便当给你吃 吃吃吃吃 过半个小时回来 他说 爸爸妈妈你怎么在这里 他说啊哪 不是 我看隔壁都跑了 你怎么都跑了 他就说他有夾了 有啊有夾了 我有夾了 你快来问我我有夾了 你有夾了 这是办案技巧吗 对啊 你怎么 你没的跑了 你怎么在这里 真的啊 我没跑了 然后不跟我讲 他说 你看你要讲一下 就有时候 因为你在那个空间里头 你也搞不清楚 外面发生什么事 所以刚刚讲说 那个很久没被问 不是 他也会紧张 你要吓死他了你 他 对啊 而且他知道说 沈庆今天还跑到医院去 在那边吹冷气色 你看他会不会更吵 所以你判断到你现在 这个承认的会是谁 刚刘德旭难道真的没有问题吗 大家之前有 之前大家都已经讨论过 等一下北柬就觉得 哦好啦 怎么又多一个要约的 好累 越约越多是不是 对越约越多 不过千万千万 我还要再请问你一个事情 就是刚刚讲到 他叫许甫跟陈志安 对 因为呢 民众之声的YT 然后那个钱到底在哪边 你看 这是陈志安昨天讲的 他说 主持人问他 有进到木壳吗 他就说 我跟你讲啦 为什么必须要找一个这个账户 没否认哦 对他没否认 因为他是一个外币 所以你要从里面 把那个钱拿出来 那许甫则是前后不太医 因为他之前是讲说 哦那个钱已经进来了 然后主持说 要给我们当奖金 然后可是他后来又改口说 因为有担心处罚 所以就此打住 然后可是过了几天之后 他有10月1号的时候说 哦有啦 我们有设账号 这个都李文中 李文中是坏蛋 一切都是李文中 那他们收了多少钱呢 271万多元 然后我要请问千惠的说 李文中棍在里面 他现在又被提讯 他会不会觉得很生气 你们钱你在收 坏人我在做 我还被压在里面 他会不会觉得 好啊我不管了 我要来吐食 阿伯就完了 我全招了 也有可能 就像朱丫糊 他不是什么东西也都说了吗 所以我觉得现在在里面的这个人 这些人啊 大家其实都很紧张 然后也会步步算计 说哎 姐 苏萍有没有说我坏话 然后钟小萍有没有说我坏话 对 然后他们到底咬了我什么 还是要我当成是俞文 然后我要扛那个罪 他们应该不用玩 你钟小萍一定讲坏话 所以我觉得在里面的每个人 应该都会有这种心情 你当俞文 我当俞天 好冷 你唱歌差太多了 好 回来 回来 回来啦 对 所以我觉得在里面的这些人 都会害怕 心里犯嘀咕啦 对 对李文中来讲 他当然也会啊 因为他 他现在是大帐房 对 可是问题是 刚之前民众 就把他切割了 说不是 那这样子 到底他的角色 到底是什么 那李文中当然也会担心说 那到底咬了我什么 可是我觉得陈志涵跟徐甫两个人之间的讲话 其实好像每次都都不太楼 他们回家没有在沟通 不知道耶 就上次的那个餐备的事情没有兜楼 然后这次也没有兜楼 我觉得陈志涵想要帮徐甫讲话 他的意思是说那个 那个斗内是正常的斗 对 他说合法 对 是合法的斗 那就像一般的大家经营YT一样 都会有 这么合法为什么要进木可 木可是什么 对 然后为什么徐甫的说法就是三次都不一样 对 而且我觉得第二次最关键 因为他第二次他就说 我们觉得有处法疑虑 所以我们喊咖了 那这句话是代表什么 他们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是违法的 他一定知道是违法的嘛 所以他才会说 我觉得有处法的疑虑 所以我喊咖了 但是事实上其实这个事情 他们没有喊咖啊 对不对 后来依照他去检调那边的一个说法 他是说 都是李文中叫我做的 我有问过他 然后呢 我还去开了一个外币的账户 所以他其实前后的说法都不笼 然后最后的结果他们就是要推给李文中 对 对 所以对李文中来讲 他也会觉得说 我帮你们民众党这么多 然后我好像来帮你们来管账干嘛 然后最后所有都要推到我身上 开始下场 对 然后所有东西让我背 那你觉得他会不会出去之后 也所有东西都说了 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的确 大家都在讲说 啊 就是没有可能啊 李文中因为是柯文哲的五十年的老同学啦 过去柯文哲给他当顾问 给他当北决的董事长 他现在有没有可能变成是柯文哲的余文 我来说不可能 不可能 余文是犯什么 余文最后是伪造文书位 他就只有一段时间而已 那个罪舍是非常比较轻的 现在如果李文中把这个贪污赐罪料 考虑包含违背职务收贿 而且这个钱如果他认了 就是全部进到我的口袋 我全部去支配 而且我胁迫公务人员 一定要给他30% 他都扛了 第一个他扛不扛了起来 检察官不会认啊 因为你 你又不是直接的主管 你怎么可以 要求独发局给这件事情 第二个是说 你要扛起来 你要做多久 你知道吗 他跟柯文哲是同学 所以他们今年都是65岁了 如果违背职务收贿 然后是徒利 最高是无期徒刑 无期徒刑 判下来之后 你有可能就真的没法够出来 他是拿生命在跟 在陪他的50年同学吗 我是不这么认为 所以我觉得这个 李文中会扛起来的几率 非常非常的小 那这个 可是民众党现在是一直狂切李文中 因为李文中现在是违背职务收贿 也被 这个 这个 积压嘛 而且他刚好是跟猪牙虎 同一个时间一起被积压 所以他们那时候非常的害怕 他们很害怕 原来可能是猪牙虎 攻出李文中 但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不必然 李文中 被查到的相关的金流 跟猪牙虎攻出来的事情 不必然有连结 但是民众党怕不怕 民众党很怕 所以他们第一时间就切割了 包含黄国昌 包含徐甫都在切割李文中 但是跟李文中最熟 民众党现在内 里面的人是谁 是黄珊珊跟陈志涵 你看这两个人 有没有在切 董安金 对 有没有在切割李文中的 没在切割李文中的啦 因为他知道说李文中 如果真的转为污点证人 阿贝这真的GG的 民众党就完蛋了啦 所以他们如果继续切割李文中 那李文中窒息的状况 如果越多 也没有人出来帮他讲一些 他们现在要讲话 也要帮他澄清也很困难的啦 可是如果你继续切割李文中 我觉得都会让李文中 反而作为污点证人的机会 越来越高 把所有事件都供出来 而且李文中 不止只有金华城案 还有包含之前的大巨蛋案 他那时候带着柯文哲 李文中大巨蛋 对 李文中带 去威胁林周明 要求林周明要放宽那个 容留人数嘛 对 要放宣 然后被人家录了七段出来嘛 我咨询柯文哲 柯文哲更小充手 江湖人就减七段 减七段就减好 对 这件事情 江湖人称减七段 江湖人称减七段 对 然后还有 不止沙子还要剁成七段 而且那一年 他逼退林周明的那一年 他还在农历过年的时候 带着柯文哲 去跟大巨蛋的买家见面 整个过年放了七天 他带柯文哲去那个人家里 三天 一个大财团老板 去谈买卖大巨蛋 柯文哲也是蛮忙的 真的 穿梭在各大财团间 那个市长搭配当 然后当到变钱客 这也是真的是很难点 真的啊 我那时候就直接问他说 你有没有这件事情 因为是周刊写出来的 他就说我忘记了 我忘记那个行程了 有被拍到嘛 对不对 有被拍到 而且还被写出来 然后柯文哲还不认 所以这件事情 在林周明之前 检察官约询了他三次 有没有讲这一个案子 有没有可能继续办下去 所以李文中的事情 其实不是只有金华城 会越来越多 案子很多